音樂 風味邊 唱盤上黑膠唱片緩緩轉動 和唱針摩擦出懷舊金曲 拿出封面一看 年輕時的鳳飛飛映入眼簾 讓人彷彿走近時光碎豆 這一天不少月迷來到高雄這一家 有著40多年歷史的唱片行挖寶 我是坦然來的 有很多很多東西 宣寶的感覺 這個維瓦地 還有這個維也納的緣劇 買掉一張就少掉一張 經典專輯賣一張少一張 彈琴黑膠魅力 樂迷津津樂道 歌手本身在你耳邊唱的那種感覺 那是網路下載音樂 你得不到的效果 小店裡商品琳琅滿目 卻沒什麼商業氣息 熱愛古典樂的老闆不只到處演講 也和大學合辦音樂研習營 不少大咖都會來到店裡 和老闆一樂會友 高雄以前沒有古典專業的一些店 所以我是僅有的一家 到高雄來 本來大家說經營 三個月你就要收三了 結果呢 我經營了四十多年 以前我們的副市長史澤 他也非常喜歡古典音樂 常常來挑選他喜歡的曲目 馬悠悠悠每一次到高雄來演奏的時候 他都做完以後 都會到我這裡來 大家細細就 就連馬悠悠都臣服這家店魅力 來到這裡不管是挖寶或和老闆聊聊天 都能收穫滿滿不許此行 另一位是台北高雄 綜合報導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